我们的感情到如今 已经让我感到很心累了 无论什么事情 他都理解不了我的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没有意义 怎么能没有意义 我们好好说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有点矛盾就成这样子 重点就是我们有矛盾的时候 他根本理解不了我 他说话特别伤人 让我觉得情感很低 我的心也是会长的呀 每次他生气就好莫名其妙的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就不开心了 我觉得我哪里都没有他满意的地方 他很多时候都不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根本不考虑我作为女朋友的感觉 真的太伤心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刚25岁 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小婷 23岁 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导购员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我看你们俩的这个资料的时候 都挺棒的 非常厉害 这两个人我觉得 学历是本科对吧 对 然后都当过兵还 是的 是大学毕业以后 服的兵役 还是说当兵的时候 去考的军校是怎么一种情况 我跟他都是大学毕业之后去当兵 但是就是说两人当兵不在一块 我在湖南当兵 他在湖北当兵 很厉害 你看 现在都退伍了对吧 都退伍了 完兵役了 真棒 这两人 是什么情况下认识的呢 一个在湖南当兵 一个在湖北当兵 就是有一年休假 他是我战友的朋友 然后一起去玩认识的 你们恋爱几年了 一年多了 今天为什么来 他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情商特别低 然后我不开心了 然后跟他说 他就从来没有正确安慰到我 然后每天都给我负能量 就是他的出现是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中的绊脚石 我完全不能忍受他 我哪天哪 这怎么了 这就低到什么程度了 那个情商 最近他竟然和我说 我除了长得好看之外 什么事都做不好 还说我去他们的店里 跟他妈妈相处啊 朋友啊 都相处的不好 甚至嫌弃我脾气大 最过分的是说 咱俩就是认识一年多了嘛 到现在不知道 喜欢我哪点好 说咱就这样分了算了 那天我不都跟你说嘛 是因为喝多久 然后那时候工作啊 生活上面所事比较多 所以一时冲 所以才说那些话 我不都跟你道个歉了嘛 你觉得说出那些话来道个歉 能安慰我心灵吗 你知道那些话多伤人吗 他每次就是这样 情商低到一种 我无法理解的地步 他对你好吗 姑娘 就是关心人照顾人这方面 因为可能是当过兵嘛 亲子系的 就是说话的时候特别笨 然后有的时候 就因为他说话嘛 导致我的生活 跟我的工作就是说 可能会受到影响 你举几个例子 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好的 就是说朋友方面吧 有一次我跟他出去玩嘛 他喝了点酒 他朋友打电话 让他开车去接他朋友的父母 当时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喝多了 不能酒驾 结果他直接在电话里 跟别人说 我女朋友不让我去 你是不让我去啊 让不让我去就直说嘛 都几个关系那么好的朋友 你跟人说 你说我喝酒了 没法去不就得了吗 那么多理由 你干嘛拿我当当架台呀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就直接脱口出了 他每次都这样 这事还好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很多呢 比如说我工作嘛 之前因为我退伍了之后 就是当模特嘛 就是有一次活动 就是比较远 报酬也比较低 他不过男朋友嘛 跟他抱怨了几句 结果他一切就在翻我手机 直接跟我们领队打电话说 你怎么可以给我女朋友 安排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工作 工作量那么大 然后工资还给的那么少 你怎么怎么这样啊 你不是不想去那就不去嘛 那我就直接跟你领队说了 我也不喜欢你做模特 那你可以直接这样跟我们领队说吗 你做模特有什么好 穿那么少给别人拍来拍去的 我就不喜欢 这小搞得多实在啊 但那是我的梦想啊 再说呢 我工作 那是我的领导 你说那句话 我领导会对我个人有意见 会影响我工作呀 我不喜欢你做那个工作 真好不做嘛 那个工作就 他不是你领导的啊 我看你这现在资料上面写的 职业是导购员是吧 是 我现在就是因为他不喜欢 后来我辞掉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和他一起去他家店里做生意 帮他嘛 你家是开什么店的 建台装饰 家装饰行业 然后你就等于去他家店里打工了是吧 对 这不是挺好的 这矛盾不也解决了吗 根本就不好 我根本不开心了 我们之间就是矛盾从这里恶化的 因为我去他家当导购员嘛 就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行 然后工资特别少 只有两千块钱工资 相比之下 其他导购员都有三四千 我就向他提过要求说少工资 那你要我怎么跟你家工资啊 别人也是那么多钱 因为销售的行业嘛 有业绩 然后就有提成 工资正好人高 别人都知道你说我女朋友 好 我不顾给你加几百块钱 那别人会怎么想 别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那你没有站着我角度想问题啊 除了做搞工员 我还帮你打扫卫生 然后还要给你拖箱子 你知道你那些货有多重吗 我一个女孩家 然后我还要负责那些计算啊 那些账本还要我打理 那其他的导购员做了吗 那些东西我不跟你也有一起在搞嘛 但是那是你家开的店呀 对我们都在搞那个事情啊 那你为什么要涨工资啊 你自己努力 然后有业绩啊 提成工资证啊 你就高了嘛 上次他也是这样可以说的 他就觉得我强子多礼 后来我现在就是也没去他家做了 我实在是不适合他家的工作 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在平时他也做模特的 我挺羡慕他的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我不辅助你了 我去当模特 结果他把这些话全部跟他妈说了 那我肯定跟我妈说 当时你去我店里上班 然后我妈也叫过你啊 我就直接跟他截图 跟他说不就得了吗 然后你就不去了吗 截图 你怎么可以截图呢 我跟你说那么直白 阿姨一听了会觉得 我这人多自私了呀 那以后怎样相处啊 那这样多方便 我跟他说你就不用去了吗 我就省得跟他男的解释嘛 这些情商是不老高的啊 反正就是情商低 我跟他妈的事情嘛 然后他不止这一件事情 平时生活中的小事也是这样子的 阿姨就是辛苦 跟我做了一顿吃的 然后让他给我带过来 然后我吃了之后 就是不合口味 我就直接都和他说了 我说那个不合口味 我说要放了洋葱 我可能不喜欢 结果他回去 阿姨问他说 小婷喜欢吃我做菜吗 他直接跟他说 你下次别做了 小婷说不好吃 你是说不好吃啊 然后我就妈下次别做 他也可以省事啊 你也不能吃啊 多好 那问题是之前阿姨 也微信中跟我聊过了 他问我好吃吗 我不是给你看 我跟他说好吃 谢谢嘛 那你就不要说好吃啊 你就直说啊 最什么不好说的 他就是不能理解我 其实我就是 为了咱俩感觉好吃 是是是 行那咱们不说外人 你们俩相处处得好吗 处得也不好 我自己赚了钱 就想给他买个包嘛 然后后来我给他看嘛 他第一句话直接跟我说 你干嘛给我买这种包啊 这不是我喜欢款式 那个包本就不好看 不是有个另外款很好看啊 他上次也是这样说的 你为什么不买另外那一个啊 那我要是问到你 那还叫惊喜吗 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你也不也跟我说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你告诉我 你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直接说你又不开心 我不直接说你也这样子 都不知道你莫名其妙的生气 生气的点在哪里 那你不说我的包 那你前女朋友包 干嘛还留着 还让我背 他送给我的 那个包就我的 那个包怪好看的 丢多可惜啊 让你背还不是心疼你 让你手机的包难受 所以双肩被包拖好 他有一个包 然后就是双肩的那种包 挺可爱的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这包女孩子呢 我说谁的呀 他说我前女朋友送给我的 我就当时这个不开心 那你还在乎他 谁送给我的干嘛 这好用不就得了 他到现在都意识不了问题的 重要点在哪 纠结点在哪 他总觉得我在乎 那个包不好用 其实我就是纠结 那包是谁送的 是你前女朋友送的 我作为现实女朋友 我就觉得那包不应该出现 我就觉得他应该丢了 对对对 明白了 你是不是应该觉得 他脾气挺大 对 他脾气是很大 我应该觉得他脾气大 猜到了 就老跟你发脾气 对吧 不知道他生气点 但莫名其妙 车门一甩就走了 我都哄不回来 我那是莫名其妙生气吗 你挺好车了 我坐副驾驶 我又有包又衣服的 我当然拿我好 我的包我的衣服 你一下车的时候 直接拿手机就走了 我没走啊 我就说走 但是我自己还是没走啊 我一直在这边 我等一下就走了嘛 要你收拾一下东西 我又没走 好好好 你妈妈现在怎么看这姑娘 我妈妈觉得姑娘 就是有一点不懂事吧 不懂事 过去不觉得吧 过去不觉得 过去我 关系维持很好 就是因为他不会才这样 他朋友也觉得 我公主并不懂事 你今天为什么来啊姑娘 我来的目的就是觉得 这种男孩子情商太低 我已经就是说 教不会他了 我没办法了 就是说想让他变得更好一点 你为什么来呢 他从那次吵架以后 他就不理我了 怎么提都不理 他拉一位信 那是因为你跟我说 咱俩是散了吧 你说的呀 那我都说了是喝酒喝多了吗 然后不小心说出来的 不小心说出来的 你心里是真这么想的吗 肯定不是这样想啊 真不小心说出来 臭小子你真不会说吧 你心里有他吗 有他 他要离开你伤心吗 伤心 你现在有点离不开他 对不对 还可以有一点 还可以有一点 就是你可以离开他咯 那不可以 不可以 那真是对呀 说话就是这样 听上去 一直给人气要死 然后我气要死了之后 他还不觉得自己 就是说有错 难一点 来吧 怎么办呢 你们就帮着培训一下吧 提高一下情商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这个情商吧 不是一下就能培训出来的 但我想说的是 你觉得他情商不高哈 对 我咋觉得你情商也没那么高呢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你也知道他情商不高 你也知道你跟他说了 他妈妈做菜不好吃 他转头就会告诉他妈妈 你可以换个方式跟他沟通啊 那不我觉得他是我男朋友 我什么话跟他说 你除了用发脾气的方式说 你怎么那么笨 情商那么低 其实你根本没有找到 一个好的沟通方法 让他多少 能够体谅一下 你女孩子的心 所以你的情商也不太高 你说话也太直了 真的 这谁受得了呀 我跟你说个菜不好吃 你知道就好了 你还告诉你妈 你不是挑拨我们的婆媳关系吗 我也想让我妈以后别做了嘛 反正也就累啊 就你妈妈本来是好意 做给人家吃 她吃完偷偷跟你说一句 说个小实话 你在中间啊 那我跟我妈也是好意啊 对啊 你这样一说 妈妈的好意也变成没意义了 女孩子呢 可能一点小嘀咕 变成不懂事了 你这个男人中间做的这个 双面胶的功能啊 就简直一塌糊涂了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把这种沟通的方式 多少变得圆滑一点 你们将来相处要出大问题的 就还没有跟婆婆生活在一起的 你真娶了她 那这婆媳之间 这关系让你挑的可真的很难往下走啊 感情生活当中 无论是男孩和女孩都要找方法的 她的方法我们听到了可爱也可气 但是你的方法更需要调整 因为你作为未来家里的一个女主人的话 你自己要找到一个女人应该有的方法 女人天生比男人更细腻 那么你去带领这个稍微笨一点的男人啊 你可以告诉她说 这个菜不是特别可口 但你一定要跟妈妈说很好吃啊 下次你妈在做的时候 你就说妈别辛苦了 别做了 我女朋友做给你吃 你要教她呀 你不能老是她做了 你觉得很可笑的事情 你去训她 她越训越笨 而且说实话 你还笨到让人挺可气的 她抱怨工资少 你能不能偷偷补贴她一点啊 这个方法你都想不到吗 现在知道了 刚知道啊 所以也就是她能够忍受你 她只是闹闹小脾气 你真的是笨得有点可以 你想提高她的情商 但是你只看到情商低的不好 你能告诉我情商低有什么好吗 我现在就觉得 因为之前她追我的时候 我没觉得情商低 然后头一回碰见这种情商低男人 这个男人你喜欢的什么 喜欢他这个人吧 直爽性格不做作 直爽的性格 换一句话说就是情商低 就他有什么说什么 不知道叶子藏着 对 然后我就不需要那么多去猜疑她 是的 所以啊 任何事物你不要只看她的一面 并且你看到一面之后 你会觉得放大了她的圈 其实没那么糟糕 她只不过有点不会做事 她摆不清这个理 比如说在店里面 给你多发工资 当然是应该的了 她做的比其他人多 对不对 她要是那个导购就是导购 为什么要让她去做财务 她做财务你要给一份财务的钱啊 人的要求非常合理啊 但是你让她做财务的时候 其实你想的什么 这是老板娘 我们自己人放心 但是人提到拿工资的时候 你是店员我雇用的 所以这是你的百味不清 而你呢 改变别人简单还是改变自己简单呢 相对来说改变自己简单 你提高你的情商啊 你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她这么坦诚的对你 多么好的事啊 所以小伙子 发扬光大你的直手 小姑娘提高你的情商 就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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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高 孔老师 我问一下你 我帅吗 没有我帅 没有我帅 没有你帅 你说话真的很真实啊 那我丑吗 一般般般 你呀 很真实 但你不真诚 你知道真实和真诚的区别在于什么吗 不知道 真实就是 你看到的是怎样 你就不加思索地把它说出来 但真诚 是在把事实说出来的基础上 在注重别人的感受的基础上 结合起来 呈现出来的效果 你比如说 我问你说我帅不帅 你说没你帅 这是很真实的 当然了 我在前提知道你是情商低的情况下 我不会生气 但如果我是在平常的过程当中 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 别人这么回答我 我还是多多少少 有点小不高兴 对吧 但是如果你这样跟我说 你说 杜老师 你挺帅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客气 但如果你说杜老师 你真帅 虚伪 这就是典型的虚伪 所以呢 你没有作为一个男人 注重对方的感受 你能够到现在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没有高兴商 去引领着他 那长此以往的烦恼会越来越多 他不会成为矛盾的协调者 他会成为矛盾的制造者 而这种矛盾 以后在生活当中是此起彼伏越来越多 所以你自己摸摸自己的胸口 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没有的话 我觉得东西虽然美好 但是它不一定成就你的幸福 就对 我不认为这是个情商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 基本的礼貌的方式的问题 是你女朋友吗 是 需要尊重吗 需要 你说话尊重他吗 别人跟你说的话 你就把这个话 毫不变通的 传给了另外一个人 这是尊重吗 请问 这不就是说是倒非吗 其实我们在相处的时候 尤其是恋人之间 我们学会了彼此的尊重 其实就不存在什么低情商还高情商 好好琢磨琢磨 尊重一下 给点礼貌就好了 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小婷啊 其实有时候我说话是只要一点 但是我也是为你着想 我真的很爱你 我不想让你受到什么伤害 那些我说话只不尊重你 我慢慢改正好不好 你还是好好跟我们在一起 我觉得你身上 就是这个缺点啊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正 不是说一两天你就可以改了 但是我觉得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感情方面你要为我付出一些 不能单方面只有我付出 我会来改正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不是嘴上说说 我希望就是说以后能看到你实际的改变 好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这对情侣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你们 请回 我们的节目 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 保时捷专享套 在伊贝斯保时捷期间 加一元多一套 本欄目礼品由天天喝天天美的 玉枝林济石燕窝提供 接下来就是见证你们 浪漫的时刻了 来各位 请见证吧 这样过了 其实咱俩在一起 我也有错 以后我会像 他们说的一样 就是好好的 然后跟你说 有些我说话 也不会说那么直 就是以后我们事情 就一起学习 好了 来 好好的去甜蜜 好好的过日子 加油 谢谢你们 请回 感谢 concerns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severity 感谢观看